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表示 英国和美国有着独立精神 但现在是遵循规则的时候了 白宫新冠病毒顾问表示 将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是不公平的 自今年1月以来 福奇博士一直在特朗普总统的 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工作 这一职位经常让他与总统产生分歧 后者一直试图淡化这一流行病 而是专注于开放经济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五报告了 1050万8864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比之前的统计数字增加了19万4610例 并表示死亡人数增加了1147人 达到242216人